Ultra Boost Round 2 Time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馬 今天小馬要來跟大家開箱了 我們Adidas Consultium的新鞋 那這一雙鞋子呢也是最新的一個 Consultium他自己的鞋款 然後呢他其實是屬於一個Pack 然後他的名稱叫做這個 Round Through Time 就是指一個跑步的運動的精神 他一直延續到從過去一直延續到現在 那Adidas呢他出了兩個鞋款 那一款是這個Energy Boost 那另外一款是這個Ultra Boost 就是今天小馬來跟大家介紹的 他是屬於一個很特別的Ultra Boost 那這個故事呢我們等一下把鞋子打開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鞋盒標的部分 告訴我們什麼 原來這個鞋盒標上面寫著 Ultra Boost Mid 就是一個中統的一個Ultra Boost鞋款 那型號BY3056 那小馬平常要穿10號半的這個 Ultra Boost鞋款 那這一雙版型基本上呢 你可以挑正常尺碼 但是如果你腳比較寬的朋友 請挑大半號 就是如果你的腳比較寬 就直接 像小馬就會選擇11號做穿著 會比較舒適 但是因為這一次來到小馬這邊的這個尺碼 最大就只有10號 所以我們就只能拿這一雙來做這個開箱給大家看 OK我們打開來 看到的這個是呢 他的鞋款 就是這一雙 非常的blue 非常的藍 它這個皇家藍的一個配色 那這個藍色的配色這一雙 Ultra Boost的Mid 就是所謂的中統鞋款 那這個鞋子呢 其實它Ultra Boost Mip這個鞋款 它指出了這個配色 之前指出了另外一雙 也是這個Adidas Consultium的鞋款 然後它是跟KISS做聯名的 一個彩虹襪套的這個配色 所以呢 這個是這一款Mip的這個 第二款鞋款 而以錯意它的這個鞋款是非常的稀有的 也是這個非常限量的一個生產的模式 那這個鞋款呢 它為什麼會選用這個藍色的這個配色 一定有它的道理在這個 Consultium呢他們在設計鞋款的時候啊 基本上都會去找一些過去的 這個Adidas的球鞋的這些歷史 然後去把這些行路打開來看 如果你是一個老鞋迷 你看到這個藍色這個blue的這個顏色 看起來很像這個法國國習齁 那其實它的背後的故事呢 如果你是老鞋迷 你應該覺得它很像一個鞋款 那就是這個在1977年問世的 Adidas的一個鞋子 叫做Marathon Trainer 那這一隻鞋款呢 就是完全比照這個 Marathon Trainer的這個配色 就是一個blue的 Royal Blue的一個配色 那這個用意呢 就是指說這一款 1977年上市的這個Marathon TR 這隻OG配色鞋款 它呢 是在當年非常適合跑步的 你看它這個下底啊 都是做的這個抓地力 泥巴裡面跑的都是非常適合的 你可以跑這個全馬 42公里的 那來到的今年呢 它們這個Ultra Boost 是現在 Adidas最紅的一個鞋款 那這個Mid 也是未來即將主推的鞋款 所以呢 它們就拿這個 1977年的這個配色 直接 印在這個上面 做一個致敬的動作 就是要指說 這過去40年來 Adidas在這個 跑鞋界裡面的這個 過程成長的歷史 有沒有 這40年來剛好這1977年 出的這款Marathon Trainer 跟這個2017年的這個 Ultra Boost Mi 的這個中統鞋款 它這個剛好40年的時間 但是呢 它們用一個相同的配色 來告訴這個大家說 這40年來 Adidas已經換上一個 全新的這個Boost科技 用著它們這個 最棒的這個編織面料 Prinit的編織面料 那整雙鞋子呢 是非常的輕盈 然後也是非常透氣的 馬上 故事講完了 這就是要告訴大家 40年來的一個 成長的過程 這個Adidas的成長 那馬上 介紹一下這個鞋款給大家看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雙鞋子 我們先看一下 它附上的配件 有哪些東西好了 它的這個配件呢 原始鞋帶 是一個藍色的鞋帶 然後它還有 配有這個 紅色鞋帶 白色鞋帶 所以它有三組鞋帶 那這個 紅白藍的這個配色 也是指這個 法國國旗的配色 小朋友一開始有講過 所以它這個顏色 其實也是有 當初是有在 這個 法國做一個 一個親友限定的 後來一直到 這個七月份 才做這個 市售的動作 原先它只是 生產60雙 然後後來 他們才決定要把它 做市售 那這個鞋款 我們看一下 它既然在這邊 也有一個 這個RioLeader的吊牌 它的RioLeader 是指哪些東西 就是它的這個 雞皮的鞋帶扣 有沒有 還有它這個鞋子前沿 這個雞皮 是一個真的雞皮 不是那種合成的雞皮 所以它摸起來 這觸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讚 摸起來真的是 很好摸 那這個RioLeader 這個 還有它的這個鞋舌 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Adidas 這個Performance的Logo 兩邊 都是這個Adidas的Logo 而且它一個是白色 一個是紅色 其實它就是有一點這種 要做出這個法國國旗的配色 好我們來仔細再看一下 它這個雞皮的這個面料 那它這銀白色的這個Logo 把它是屬於鋼印進去 然後再用燙影去把它 用出來的這個顏色 那我們看到它後面 它的後面這邊 還會有一個 Adidas Consulting的 這種握手的Logo 然後剛剛小馬說 它這是屬於法國國旗的配色 有沒有 它這邊就直接 在底下還縫了一個 法國的國旗 真的是非常的可愛 非常的酷 有沒有 超帥氣的 這個小小的法國國旗 就藏在它的這個 鞋子的內側裡面 當然 兩隻腳都有這個 國旗的圖案 那小馬就展示一隻給大家看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可愛 給大家是非常的 迷人的這個 如果你喜歡這個 法國國旗的這個顏色 那這個藍色呢 是相當相當的迷人 還有它這個 小小的吊牌 Riolator 你是如果想要 收集這種真皮的 這個Ultra Boost 那這個小吊牌 絕對是你 值得收藏的一個鞋款 其實這個Ultra Boost 這個中筒的這個MID 它的漱口 針鞋齁 因為有很多假鞋 針鞋後 它的做的這個是非常非常的緊實 有沒有看到它的口是非常的小 可是呢 它是可以延展出來的 但它的彈性呢 是非常的有緊實感 它才不會讓你說 穿幾次之後就鬆掉 這種東西是愛迪達它的這個專利的這個 很緊實的這個車工齁 那個假鞋是做不出來的齁 目前小馬看過的那些假鞋 做出來的車工真的都是很超 很糟糕的這個鞋子的車工齁 所以它 只有這種針鞋 才可以做到這種 這樣子的這個緊實度齁 真的是 一分錢是一分貨 那我們看一下 它這個後面還有一個 小拉環有沒有 這樣做上來的 有這種 像NMD的這種提拔的拉環的感覺 那它這個是還蠻漂亮的一個設計 還有它的這個 白色的這個三槓 也是做這個Prynet的編織齁 一體成型的 它只是用不同的顏料 那它這個編織面是非常的柔順 可以看到它是很透氣的一個編織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它基本上呢 因為沒有這個Cache的部分 所以它裡面呢 還有電這個一個 一些塑膠的電片在這側邊齁 所以它的包覆性呢 基本上會比一般的 正常的Ultra Boost來的緊實一點 所以小馬才會說 如果你的腳比較寬 就直接打扮然後做穿著 那它的這個是一個灰色的這個 後跟的這個 屁股的部分 它是一個灰色的 還有它的這個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鞋底 是用這個紅色的一個logo 紅色的這個顏色 然後鞋底就是這個樣子 它的一個continental的馬牌大底 那這一雙呢 是非常特別的一個 Need的Ultra Boost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鞋墊 它的鞋墊也是非常設計的 很有心思齁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這個鞋墊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鞋墊呢 因為兩邊是一樣的 所以小馬就拿一隻腳 它的鞋墊其實是絨布的 絨布的 摸起來是絨絨的 那它的這個上面都可以看到它的這些 Consultium的握手圖案 Consultium的這個 Adidas最高端最旗艦的這個鞋款 也是生產的限量球鞋的 還有這個紅色的Performance logo 這個鞋墊其實設計的是真的還蠻漂亮的 然後它的這個絨布 那等一下呢 我們還是一樣會做一個實穿的示範 這個穿上去的感覺給大家看一下 小馬就硬塞塞進去 把這個鞋墊抽掉塞給你們 看它這個實穿大概是像怎樣的感覺 OK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就是這一雙 Adidas Consultium的 Round Through Time的這個 Marazon TR OG 移植到這個Ultra Boost Mid身上 那它這個實穿的感覺呢 是這樣子的齁 非常的帥氣有沒有 這種中筒的這種跑鞋 但其實是大概是在這個腳踝的位置有沒有 然後配一個這個長襪 那這雙鞋子的帥氣度就出現了有沒有 非常運動非常休閒的一個感覺 真的是很帥氣 我馬上看它這個側面的這種顏色 有一種法國的配色有沒有 是這一個蠻休閒的這個配色 那這穿起來的感覺呢 當然是非常的好穿 這個Boost的這個科技 然後它的這個 感覺就是像這個樣子 那種休閒中 卻帶有一點時尚感 也是可以很容易駕馭的一個鞋款 因為它這個藍色呢 基本上是非常的漂亮的一個藍色 它整體的型 真的是非常的簡單 乾淨又俐落 配個長襪 輕鬆穿 就可以穿出你的時尚感有沒有 OK 那這一雙呢 就是小馬帶來給大家介紹的這個 經過了40年的時間 Deaders Consulting 它給大家的Round Through Time 它這個成長的 跑鞋的這個過程 40年來的這個進步 那如果你喜歡小馬今天介紹的這一款 MID的Ultra Boost的中筒配色呢 請記得在右上角點一個喜歡的按鈕 然後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是小馬 我們下次見